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没什么想说的 我又没看 今天是金子怡的生日 我特别 特别荣幸跟特别 开心 能在这个时间段遇到你 我唱一首歌吧 好吗 这首歌曲送给你 送给子怡 好直白啊 总有些惊奇的机遇 比方说当我遇见你 这首歌超级应景 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 因为我真心对你 我很帅好吗 你们也是第一次了 还能 亚龙湾我是第一次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甜蜜的喜欢我 也好看吗 好看啊 城市里面看不到你 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 十八如果是X的话 我都接受不了 十八肯定不是X 他这么投入 我亲自做的蛋糕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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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这里 我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 这些话是我自己写你的话 对 哎呀 有点难过了 她是第一个这么勇敢的人 用心了 怎么办 她没有在看她 嗯 就是 谢谢子余 我真的特别开心 你当时在第二天的时候给我留了言 不论你是出于礼貌 或者是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好感 然后才选择那天晚上留言给我 其实我都很开心 我真的非常开心 嗯 其实我心里明白 就是 嗯 嗯 其实你 心里其实是有我的好兄弟 我的好友 吹吹的 对 气氛一下子就尬起来了 他为什么要说这话 我知道 应该知道 我们两个先采拔一下 但是其实我会 就像我昨天跟你说的 我不希望你会有负担 对 因为 就是我希望就是你做你自己就好 现在你负担感爆棚 你这样人家超有负担好吗 因为其实我还蛮明白一个道理的就是 就是两个相同的人 呃 一个是你很喜欢的 一个是你其实真的还好 然后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一个可能加十分 但另外一个可能就加两分 唉 这应该算我们采拍一下 可能会永远追不上 但是我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碰到自己喜欢的人 现在好难收拾哦 他手足无措 我就会比较 比较主动 或者比较直接 哎呦别 别别别别别别 是你做的做的就好做的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我相比于我害怕被拒绝我更害怕我没有说出口的那种遗憾跟后悔 我还想对我的好兄弟催催说 因为你们两个有互留嘛 OK 我也我我我我我我就是我多少会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小失落 但其实真的我不希望就是你会觉得会愧疚于我或者是觉得很抱歉对于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就像我昨晚跟你说真的没关系 你不用心里有任何负担 我们就做好自己 我们就做好自己 然后跟随你自己的心走 因为我觉得 兄弟归兄弟感情归感情 这个没有关系的 好吗 所以我非常珍惜 无论是子仪 翠翠 还有你们大家 我希望我们每天都这样开心 后面你来的好天啊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很尴尬 很尴尬 后面这一拍有点过了 后面这一拍有点过了 刚刚说那个话可能还好 但他就是一个 真实力 性动 比说好听 就是很不善意的 好 这个蛋糕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啊 做多少 没有很久 蛋糕也是吗 对 今天中午 其实就是他去做蛋糕了 没事 没事 来来 我陪你 我陪你碰你 来来来来 干一杯 干一杯 不是 你为什么要弄我 你能别别那么不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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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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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呀 现在就会不会开心 很正常 咱们再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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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